赏樱花历险记 小乖 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吗 有啊 我们全家要去赏樱花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爸爸刚好负责开赏樱公车 要不要一起来的 七点准时出发 很方便哦 赏樱公车 不要不要 我才不想跟大家挤来挤去呢 我爸会开小白去哦 可是我爸爸说那边路不好走 而且可能会塞车哦 放心啦 我爸爸开车技术很好 车上还装GPS 不怕迷路 不然我们来比赛好了 看是你爸爸的赏樱公车先到 还是我爸爸的小白先到 哦 好吧 那我们就明天樱花树下见咯 拜拜 拜拜 周末预计为赏樱高峰期 为避免车潮拥挤 请大家多利用赏樱公车等大众交通工具 那是小光的爸爸耶 小光说周末他爸爸会开赏樱公车哦 赏樱公车看起来很不错耶 而且司机又是小光爸爸 我们明天就搭赏樱公车吧 不用了 搭什么赏樱公车 开小白去比较快啦 对啊 而且我已经跟小光说 要比赛看谁先到耶 什么 比赛 那一定不能输 小光有没有说他们几点出发呀 好像是七点 七点啊 好 那我们就五点出发 小鬼 起床了 准备出发去看樱花咯 啊 才四点吧 人家还想睡觉吗 哈哈 我们这么早出门 一定会比那个赏樱公车更早到 哇 怎么这么早啊 现在几点了 七点了 怎么开这么久还没到啊 按什么喇叭 你干嘛提前不走啊 大家都走不动了 你有点耐心可不可以啊 吵什么吵啊你 前面不走我也没办法啊 大家都走不动嘛 你有点耐心可不可以 你躺在那边大家要怎么走啊 吵什么吵啊 烦死了 到底还要在多久啊 没关系 我来启动GPS 看看附近有没有捷径 请回转 往前方行驶两百公尺后右转 耶 有耶 有耶 爸爸 那边有一条路耶 没错 我们就是要走那条 好棒哦 都没有车 我们一定会赢的 哈哈 一点也没错 糟了 不会吧 车子没油了 不 大家快点上车吧 还有位子哦 哈哈 smarter 干 xem 干温啊 干温那 太好了 ання weather aan 爹 bar 熊 他罢工啦 这次比赛先不算喔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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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机车或是汽车代步 大家也都习惯这样的便利性 但是在有些城市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其实要比自己骑车 开车 还要省钱 省时哦 下次出门旅行时 可以请爸爸妈妈选择上是公车 客运 火车之类的交通工具 不但可以省去塞车的痛苦 还可以悠闲欣赏沿途的美丽风光 让旅途更充实 更愉快哦